首先我们先要打开桌面的看搜软件 打开之后它是这样一个界面 然后我们点模型精灵 它里面选择2D的 然后在这边选择物理量 里面选择射频 射频里面的那个电磁波频率 然后进行保留 然后进行Cash 这样四个空气口好了 再给它进行旋转 这里选择进去之后 再给它进行旋转120度 这样子的话又有个空气口就好了 然后再给它进行外面 首先我们先要打开桌面的看搜软件 打开之后它是这样一个界面 然后我们点模型精灵 在里面选择2D的 然后在这边选择物理量 里面选择射频 射频里面的那个电磁波频率 然后进行新增 订阅好之后 点完成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进入了整个console 它的一个界面里面 然后在这个里面的话 我们统一它的那个长度单位 都是newm 然后这里注意的是要点建立全部 好建立好之后 在选择定义中 右键 选择右键 然后增加一个参数 这边增加的参数是光的波长 lambda lambda里面它的出色值是0.6 因为我们研究的是流化生 这种材料它的那个有效指示率 它的那个波长范围就是0.6到11.8 然后在这边几何里面先画出它的一个光线结构 画几何的时候可以在上面选择几何 然后选圆 在这边随便拉一个 拉完之后在这边对它进行设置 你就随便假设它是看4 然后这边是圆心它的位置 圆心的位置是0 这边的话随便给它一个三个 然后点建立所有物件 这边发现没有了 没有了点这个 就会刚好适合它的那个大小 然后就假设我们先这种光线结构 就是六个空气孔好了 这个是其中一个空气孔 然后对它进行旋转 这边旋转的话 选择它对它进行旋转 要选择保留输入物件 不点保留输入物件的话 你输进去一个60 如果不点的话 建立 建立的时候也只有一个圆 那你先保留的时候 点建立 这个时候就会有两个圆在 然后再对它进行旋转 选择这两个圆 保留 然后进行旋转 建立 这样四个空气孔好了 再对它进行旋转 这里选择进去之后 再对它进行旋转 120度 这样子的话六个空气孔 就好了 然后再对它进行外面整个大圆 然后在这里进行设置 我们研究的光纤 它的那个直径都是125 所以它半径是62.5 然后这里它的中心是原点 以原点为中心 这样子的话 整个光纤结构就已经出来了 然后我们再对它的材料进行设置 这边材料设置的时候 点击右键 然后新材料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它七个圆都在 我们先把这个外面 最外面这层剪掉 点一下 它就没有掉了 然后对它材料属性里面 这边材料属性里面的 电磁模型 点开 电磁模型里面的折射率 右键 清深 这材料 这样子的话 下面材料属性里面 就有一个折射率 然后这边的折射率的话 这里面六个圆是空气孔 空气它的折射率都是1 对不起 这样子的话 其中空气孔材料已经设置好了 然后再对它再进加一个材料 新材料 然后这边的话 就是外面的油画声 进行相应的设置 电磁模型 折射率 右键 新增这材料 这边的话可以对它 折射率进行设置 油画声材料的折射率的话 网上找到的结果是 这样一个柿子 然后把它写成 这边可用的柿子 是这个 固执 锁链链链 这样子的话 它的那个油画声材料的折射率 就已经弄好了 然后再对它 电磁波频域里面的 波方程式 变异 选中它 进去之后 拉下来 在这边 电位移场模型 这里面进行选择 选择它的折射率 因为我们算的是整个的折射率 有效折射率 好 写完之后 然后 对它进行 广格 它的一个设置 元素 尺寸 它这里选择的 应该是 效细化 然后这边也要注意的是 要点建立全部 然后 这样子的话 就整个设置好了 设置好之后 我们对它要新增一个研究 研究的话 可以在这边选择研究 点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 就会出现一个新增研究 它这样子的 新增研究里面 它要新增一个模式分析 右键 选择 新增研究 点一下 这样子的话 这边的话 就新增了一个研究 在模式分析里面 我们对它进行一定的设定 设定的目标数 40个 就在40个节里面 找它 它的有效解 然后 它的那个摩托射率 里面搜索 搜索的是它的折射率 那个范围之内 就是在 在 这边写的是那个硫化生 它的那个 折射率 因为整个物体之后 它的有效折射率 跟着的折射率 相当接近 所以在这附近找就可以 在这边的话 设置它的频率 频率的话是 c除以lambda c的话是 3乘10的八次方 这里的话 lambda它的 单位是μm 而c的单位 它是m 所以这里是14 然后除以 lambda 这样子的话 模式分析 那就好了 然后在我们 确定它这个解是否成功的时候 这样子直接 对它右键 进行计算 就计算它波长是0.6的时候 这种数据 有没有 有光一出的这种情况 就可以看出 但是 正确的来说 在研究里面 要加一个 参数扫描 在这边点 新增 这边是lambda 然后这边写 它的那个波长范围 是0.6 波长是0.2 到11.8 就是这个范围内 就是0.6 0.8 1 一直到11.8 这个波长范围内 它的那个解 全部都能出来 然后 研究 又计算 计算出来的时候 它这边结果里面 可以观看它的 现场 如果出来的 不是那个三维的话 可以点击这里 距高度的表面 出来就是 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我们可以发现 这边 它的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那个 参数值 lambda 是0.6 然后一直到 11.8 都是有的 我们当选择0.6的时候 然后 有效魔术 这里有40个 然后我们就 一个一个 就 给圆 看一下 这边给圆的话 直接按F8 就可以了 就 对它一个一个进行查找 一个一个对它进行查找 这边的话就不一个一个查找了 因为这边 这种数据是不符合的 每个都有光溢出 每个都有光溢出的时候 那这种数据就是不行的 像正常的成功的那个结构 就是可以选取的结构 是只有这种情况 就光只能在空气孔 束缚在中间的时候 它能传播 这样的情况 才是可以 可以的 如果这个结构是可取的话 某一个 比如这个折 它给这个 它是能使光束缚在里面的时候 把这个数据摘下来 这里的话就是整个console 软件它的使用仿真过程 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发给你们一个已经有的工程 你们直接在这里面改就行 需要改的内容是 在这边它的空气孔 它的半径可以改 然后它的那个Y坐标可以改 这个都是它的变量 这些都是可以改的 就比如这边 我把它改一下 改成6 然后这边20 然后点击建立所有物件 这样子的话它就全部都能改 如果你坐的是更多的圆 10个12个 这样子的话 你这边几何的时候 可以再增加 它旋转 然后增加圆 控制它的角度来增加圆 图形画好之后 这边都不用再变 然后就是 研究的时候 这边是加了参数扫描的 可以先把它删掉 删除 因为加参数扫描之后 它的运算数 数率的话会变得很小 你要对它0.6到11.8 全部都进行运算 这样子的话就速度就会变得很慢 把它删掉 在这边删掉 参数扫描之后 还没有删结束 因为这边的话还有参数 把这个也删掉 这边删掉 这边删掉 这边再把这个参数 也删掉 这样子的话 它参数扫描就已经全部删掉了 然后进行研究 计算 这样子它计算出来的话 就是lambda是0.6的时候 它的那个解 这样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不用一个一个算过去 当如果你0.6不行的时候 那它0.6不行的时候 那它整个数据肯定是不行的 那这组它的结构参数就删掉 然后再给它进行 Y或者是R 它的取值 对它进行变化 这里对它 当它0.6的时候 一个40个解 一个一个给它看一下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当这个结构 当它空气孔 半定是6 然后它的Y距离是20的时候 这种数据 它能得出这样一个 这样一种情况 那它就是可以的 那就是这种数据是可以的 如果这种数据可以 那再对它进行参数扫描 进行增加进去 如果它不可以 那直接在这里 那直接在这里 变化 Y22 然后建立 然后再进行计算 这样一组一组计算下去 这样子的话 就这样子的话 然后再进行 就这样子的话